那大家可以看我们书上呢 给了这个例7到1 那你可以看他就是给了我们这个增长率 考试的时候这个销后收入的增长率 他是会给的 比如像我们这样例题 他告诉你说某零年的收入增长了12% 预计某一年可以维持12%增长 某二年的增长率开始逐步下降 每年降两个点 某五年降一个点 增长率5% 从某五年起 公司就进入稳定增长状态 永续增长率5% 所以大家可以看 就是说我们这个各年的销售收入增长率 考试他会给我们 那么他既然给了我们这个收入的这个增长率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实际上就要根据这个有关的增长率 因为机器的数据是已知的嘛 我们就首先可以预计销售收入 是不是 我们会有预计的收入了 那么有了收入以后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要编制预期报表 因为全面预测就是以预计报表为基准 然后来预测我们的现金流 所以要编制预期报表的 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报表 就是利润表 其实利润表的这个具体的结构 和我们第二章讲的管理用财务报表 那结构完全一样 我们在前面也谈了 我们上市把这个整个的利润 是区分经营和金融 所以我们这个有一个关系公式 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去税后利息是净利润 这是我们第二章的就是管理用利润表 那个公式 大家应该还记得 对吧 我们也给大家讲 就是我怎么来记它呢 因为EBIT减去利息I 乘上E减T是等于净利润 所以我们把这个E减T给它沉进去 第一项EBIT乘以E减T 这就是扣了所多税了 税后的 但是没扣利息 EBIT是没扣利息的 对不对 但是扣了税了 所以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然后再减去呢 利息I乘以E减T 这就是税后利息 这是不是还是净利润 所以这个公式大家应该没问题 对不对 那我们在考试中 你要编制预计的报表 你像税后经营净利润 这一项怎么来确定呢 既然它是经营的利润 所以它通常和你的营业收入 是有一定的 就是稳定的这个百分率的关系的 它通常会告你说 有关我们的这个经营性的成本费用 占收入的比 然后呢 有关这个就是税率啊 等等这些都可以都会给我们 所以其实我们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基于营业收入 用的方法就是 可以说就是销售百分比 因为它会给你这个相应的 就是比如说基因 我们的销售成本占收入的比 或者说你的这个管理费用占收入比 等等就给出这些 所以你用收入减去这个有关成本费用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 税前的基因利润 你再乘个一减T 就是税后经营基因 是不是 然后呢 这个税后的利息 这一项怎么来确定 税后利息的计算呢 实际上它要利用我们的这个净负债 还有利用你的这个利息率 是吧 考试的时候一般只要不特指 我们只要不特指的话 我们计算这个税后利息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用预计的净负债 乘上一个我们的预计的税后利息率 是这样的 只要不特指 但是如果考试要是特指 考试特指 就是如果它要是特指 你才要考虑按照七出负债 如果特指按七出负债算 那我们这个就是用七出的了 是吧 就像用积七的了 就不是用七末的了 就是用我们的七出的净负债 去乘上这个税后利息率 所以其实这个预计的利润表 相对来说比较好编制的 而且我们考的比较多的都是 根据预计负债乘上税后利息率 所以这样一来 那你想我要有这个税后利息 我就得有净负债的数 那么我们就要编制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对吧 那这个预计的啊 就是预计的这个资产负债表 它这个资产负债表预计的这个结构 也是和我们前面第二章的 那个管理用报表就完全一样 对吧 那么管理用报表 我们有一个新的等式 左边是净金资产 右边是净负债加所有的权益 你像这个净金资产的这个确定啊 就非常简单 我们考试 对于预计的净金资产怎么算呢 都是利用这个销售百分比法 因为你是经营性的资产 大家可以回忆 我们在前面销售百分比法下 我们是假设 企业基因资产 基因负债占收入比不变 那既然是基因资产 基因负债占收入比不变 所以就表明净金资产 占收入比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销售百分比法的原理 是吧 你用预计收入乘上一个 我们的这个预计的净金资产占收入比 这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所以这个左边的净金资产 包括什么金营运资本啊 净金藏金资产都很好算的 它会给出你这个百分比 那么关键就是我们右边 这个净负债和所有的权益 那这个净负债和所有的权益的 这个确定啊 那就要看一下这个企业的筹资政策了 对吧 就到底多少是用负债啊 多少是权益啊 那么这个就取决于我们的融资政策 就要看它题目中到底给什么样子 是吧 比如说我们是要未来保持目标资本结构 还是一个什么样情况 得根据它具体的题目来看 我们先来看书上的例子 你看我们书上的例题 它给了机器的营业收入是一千万 其他的信息 销售成本占收入比百分七十 销售管理费用占收入比百分之五 所以就说明经营性的这个成本费用占收入比加起来啊 总共是百分之七十五了 那么如果你要快速一点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七岁前利润是用销售收入减去我们的这个销售成本 销售管理费用 但是不能扣利息也不能扣税 所以其实我就可以推出来啊 你自己要考试吗 因为我们要快一点 我可以推出来EBIT占营业收入的比 那是不是就是用一减去百分之七十五了 对吧 收入减的这两项不就是EBIT吗 所以我可以就大致估算出来这个EBIT占收入比 然后你看它进金资产占收入比百分之八十 然后它进负债占收入比都很定 其实它这条题啊 这么写不是很合适啊 按理说金融负债和收入没有必然联系 我们讲销售百分比法 是假设金资产金资产负债占收入比不变 但其实我们这条题是隐含的一个融资政策 就是假设公司啊 它要始终保持目标资本结构 对吧 你看它进负债占收入比很定 进金资产占收入比很定 言外争议啊 就是进负债占到进金资产的比就是二分之一 所以才会有这个净负债占收入比很定这个假设 是吧 所以其实它隐含的是目标结构不变的 然后债务的利息利给了 税后所有税税利也给了 那现在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 我们要编制这个预计的报表 已经有了收入增长率了 机器的收入是一千万 用一千万乘上一一加上收入增长率 所以这样各年的收入都有了 是吧 那么融资产我们刚才已经强调了 就是我们这个教材实际上是 影韩的这个目标结构不变的假设的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我们书上给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表 你想第一行的营业收入 就是用上年收入乘以一加上收入增长率 是吧 也就是用我们刚才这个相语 比如说你像我们机器第一年的 机器收入是一千万 所以第一年是一千乘以加百分之二 然后第二年是用上年再乘以加百分之 以此类推 对不对 这样我就可以把营业收入得到了 营业收入有了以后大家再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面有一个假设 假设进金资产占收入比是百分之八十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看比如说这第一行 那我第二行呢 我就可以直接拿第一行的数 去乘上一个百分之八十 是不是就可以啊 对吗 就是百分比法嘛 或者而且你想 我们其实就是考试 其实有很多方便的方法啊 因为既然你是假设 这个进金资产占收入比不变 那就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某个东西啊 它如果占我们的收入的比 是一个不变的常数 那就意味着如果未来收入 假设我告诉你要增长百分之十 那你这个上面这个东西 它是和收入要同比增长啊 也要增长百分之十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实际上也就说 比如说你看它给了我们这个 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某一年是增长百分之十 某二年百分之十 某三年百分之八 某四年百分之六 然后后面就是都是百分之五 是吧 那这样 那其实我们怎么样来求 这进金资产净负债呢 有一个很方便的方法 就是因为我们这道题啊 它是假设你的进金资产啊 占收入的比是一个不变的常数的 对不对 所以因此呢 你就可以收入增长率是多少 你这个进金资产增长率就是多少 所以这样一来 大家看某一年的这个进金资产呢 就是用800乘以一加百分之二 对吧 然后某二年呢 那就是用896乘以一加百分之十 就是你都可以拿 上年数乘以一加上收入增长率 是不是这样啊 当然你也可以按照我们刚才讲 销售收入的百分比法 也就是说你看我们第三行 我们先说啊 百分比法的话 就是把销售收入乘上一个 因为它这道题特别简单 它是告诉我说 进负债占收入比40%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我就给它乘个40% 那所有者权益呢 你可以拿进金资产减去 进负债量一减 对吧 你可以拿二减去三就可以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我刚才给大家讲 当我们发现它的这些 比如说告诉你什么 进金资产净负债 或者潜益和收入比都不变的话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就特别好做了 就是所有这些项目 是吧 有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 我省毛血汉字了啊 对我这道题来说 进金资产净负债 所有的潜益 因为我们这道题有这个假设 有假设进金资产占 这个收入不变 我们这道题还假设 资本结构是不变的 就是等于说隐含的公司 有一个目标结构 负债和进金资产比是恒定不变的 那既然我们又假设资本结构 也是不变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不管是进金资产 进金资产净负债和所有的权益 它的每一项 我们在算的时候 都可以拿上年数 去乘个一一加上 我们的这个消耗收入的增长率计了 对吧 就都可以用上年数乘一一加上收入增长率计 是不是这样啊 其实你做熟练以后啊 就大家通过做题以后 有好多方法 是吧 其实都可以得到给我们的进金资产 进负债和所有权益 所以你大家看 国安利用资产负债表的三个最重要的变量 我就会预测出来了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来看利润表 国安利用利润表 国安利用利润表呢 我们是要找到也是要最关键的三个要素 税前经营利润 大家回忆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它实际上就是什么呀 我们可以推出来EBIT占收入的比 是不是一减75%啊 对不对 你销售成本管理费用 总共占收入75% 那我们的利润呢 利润是收入减于它 所以它就是占25%嘛 是吧 所以你在做题的时候 我们再算税前经营利润这一项的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把 我们的第一行还是这样啊 第一行的营业收入 就是把你这个营业收入那一行的数据 你去给我乘上一个1减去75% 就可以得到 是吧 而且呢 其实像我们书上这个题啊 就特别简单 因为它是假设啊 我们的这个 等于说消耗管理费用 是吧 消耗成本是占收入比也是不变的 所以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既然你告诉我了 这个EBIT占收入的比 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数 是一个不变的数 那其实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收入增长率是G EBIT是不是增长率也是G啊 所以你在算的时候 其实我们同样道理 对于税前经营这一项 我说我可以拿收入乘以1减25% 或者也可以等于什么呀 也可以等于上年数 去乘上 1加上我的销售收入的增长率 这个G 是不是可以啊 都可以啊 就很多方法都行 是不是 你可以验证一下 然后再看税后经营净利润 这一项的计算呢 原理上来讲 比如说我们前面 这是12344行了 比如这是第五行啊 这是第六行 比如说 那我第六行数据 我就可以拿第五行 去乘上一个1减25% 是不是就可以啊 对吧 而且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它同样也可以等于什么呢 等于上年数乘以1加上增长率 同样它都是 因为它每一项都是有一个稳定的百分比 所以你也同样可以拿上年数 去给我乘个1加增长率 然后我们再来看税后的利息 税后利息呢 因为我们绕题 它没有特指按年初负债来算的啊 你看它 呃 就是告诉我们说 呃 这个企业啊 它的债务的利息率是6% 什么都不说 我们讲如果不特指 它什么都不说的话 那我们在算利息的时候 就拿我们的净债务乘上 这个利息率 是吧 那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呢 第三行是净负债 我们以某一年为例 某一年是448 对吧 所以你在算这个利息的时候呢 就是用你前面那个第三行 是吧 用我们第三行进负债 你给我乘上一个利息率 它告诉我们说利息率是6% 但你要算的是税后利息 所以要把这第三行的数据给我乘个6% 还得乘个1减25% 乘个税后利息率 是不是这样啊 就是用进负债乘以税后利息率 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税后的利息 也就是说这个税后利息这个 就是把进负债乘利息率 成了预减税率 这样就可以得到我们这一行的税后利息 是不是 然后你税后经营净利润有了 减去税后利息不就是净利润吗 所以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 编制这个预计报表 你像预计的资产负债表 预计利润表 你像我们这套题就特别简单 因为它有一个融资政策 就是它维持的是一个目标结构 就是我们的净负债和所有的权益 占净金资产比是不变的 所以就很简单了 对吧 就是因为净金资产是根据销售百分比法 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假设 金资产金资产金资负债占收入比不变 所以呢 我们净金资产和收入会同比增长 然后现在你又告我净负债和权益和 净金资产有一个恒定的百分比 那实际上也就说明净负债和所有的权益 也会和收入同比增长 所以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三个要素 就很容易确定 管理用利润表呢也一样啊 是吧 因为你的税前基因利润 如果你告诉我了 这个EBIT占收入比是个不变的数 那同样我就可以拿G7的EBIT 乘上一加收入增长率 税后基因净利润 你拿EBIT乘以减T就是税后了 是不是 税后利息用净负债乘以利息利 所以这样一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管理用资产负债表利润的 都评完了 对吧 是我们书上这个例子 那大家看我们有了这个预计报表了 我们就要来算这个现金流量 那么现金流量的确定呢 就是用我们前面第二章所讲的公式 我们先来稍微回忆一下 我们在前面第二章所讲的 就是所谓 从这个实体流量的来源 就企业有了收入 要满足成本费用的补偿 还要满足必要的投资 剩下的 可以给所有投资人回报的税后流量 所以我们在前面讲过这个公式 就是用税后经营净利润 加上择救贪销 减去经营运资本增加 减资本支出 是不是 那你看这个税后经营净利润 这不就是我们刚才的管理用利润表里面已经有了吗 是吧 这个实际上就是用你的这个 根据我的预计的利润表 我们刚才已经有这个数据 是吧 择救贪销 大家放心 考试要如果考你一定会已知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一会会讲简化公式也没关系 这个会告我们 经营运资本的增加呢 因为我们编制的预计报表 比如预计的经营运资本是多少 它是一个十点指标 我们要想求增加额呢 那就要把本年的经营运资本 减去上年的经营运资本 对吧 那么资本支出呢 这个我们在前面给大家强调过 一定要用什么呀 就是你不能光考虑长期的净经营资产增加 你还要把那择救贪销给我调整回来 对吧 因为我们说 比如说我这个年初的固定资产1000万 然后本年提的择救100 如果没有新购买固定资产 我的年末的净值应该是900万的 但是如果你问我今年有没有这个购买固定资产呢 我们是要把年末的净经营资产解成年初的 还要加上择救贪销 是不是这意思啊 所以资本支出呢 我们说它是长期的净经营资产加择救贪销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公式里面还有几个概念 有的时候它考试会分布就让你算 我们其中第一项税后基金净利润 加上第二项择救贪销 也就是这两项之合 我们给它起个名称叫营业现金矛流量 对不对 然后营业现金矛流量减去经营运资本增加 减去这个第三项 那么就是营业现金净流量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营业现金净利润 减去资本支出就是我们的实体流量 这资本支出呢 就是我刚才强调是用净经营资产的这个 就是长期的净资产增加 当然一定要就要加上这种参加 对吧 这是我们在第二章 这是我们前面第二章给大家讲的公式 是吧 那我们在前面第二章还讲过什么呢 就是融资流量法 就是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我们前面讲 就是你想既然这个实体流量 是可以给所有投资人以回报的 那我们站在投资人的这个角度 你就记住 股权流指的是股东和企业之间 相互交易的流量 那你想为什么什么情况下股东会跟企业有现金流的交易呢 比如企业给股东分股利了 是吧 这会有现金流的问题 还有呢 比如说企业要回购股票 从股东手里把股票买回去 那么要把现金流给了我股东 对不对 这也会有现金流的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如果公司需要征发股票 要从股东手里拿过来钱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发股利啊 股票回购啊 这都是股东可以得到钱 是吧 但是如果公司新发股票 股东得拿出钱 所以我们给大家强调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这个现金流 那你如果算股权流量 你就可以想得到钱 站在投资人的角度 那就是为正 拿出钱为负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公司就是鼓励 减去股票发行加股票回购 对吧 给你分鼓励了 我得到钱了 股票回购 公司拿钱从我手里买 从我股东手里买 我也是这张钱 对吧 但如果公司发股票 那我们股东得拿钱 是拿出钱 所以他是减去股票发行加股票回购 当然如果我们经常考试 他告诉你说这个公司啊 没有发股票 也没有回购股票 那你的股权流就是鼓励了 是不是 那么债务流量也是这样 如果给你支付利息 债权人得到钱是正的 是吧 如果呢 这个公司还债了 公司都清偿债务了 那么债权人得到钱 那是为正 但如果公司又借债了 那就是流出 是不是 但是我们一般来说呢 就是说 到底是借债还是还债 我们通常就利用净负债 是吧 要看一下这个净负债 如果年末比年初多了 说明公司又 又借债了 如果年末比年初少了 说明公司还债了 所以我们就会有个通用公式 就是 税后利息 就直接减净负债增加 完了 是吧 这是我们前面讲融资流量 这个公式 有的时候特别是 就想提醒大家 其实融流量 我们主要想提醒的是 这个股权流量 那个公式 就是如果要是说 这个公司啊 我们既不发股票 也没有回购股票 是吧 那就说 就是没有这个增发 或者是回购 那其实我们这个股权流量 就是鼓励了 是吧 那这个就很简单 他给了你 鼓励流量为多少 而且公司既没有增发股票 也没有回购股票 那他就是鼓励了 是不是这意思啊 其实这个融资流量法 主要注意这个公式就完了 其实我们在第七章 我们重点是 希望大家掌握的是 第三个方法 简便算法 其实这些方法 我们在第二章都提到过 是吧 但是我们在 应用的话 主要是在我们第七章 这块要应用 所以简便算法呢 实际上 它就是根据我们那个 就是比如说 我们先看这个实体流量 按照我们这个来源公式 我们谈了 它取决于四个要素 最后进行经理论 加折留贪销 减经营运资本增加 减资本支出 但因为资本支出呢 是等于长期的 进经营资产增加 加上折留贪销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那这个折留贪销 或这个折留贪销 因为要减去谈了 就可以约掉了 然后就剩下 税后经营净利润 然后减去 经营运资本增加 还要减去 进经营性产产增加 那你这两项 加总起来 不就是总的 净经营资产增加吗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有一个 减变用的计算公式 就是实体流 就可以等于 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去 进经营资产增加 那么同理大家再看啊 我们刚才又给大家谈了 就是说 股权流是用实体流减去 债务流 对吧 因为我们 实体流是可以给 所有投资人 你回报的流量 那因此 如果我想要你用 这个倒几的方法 如果你能够把 债务流量得到 那我的股权流 就可以拿实体流 扣除债务流 实体流 我们刚才谈到 是税后经营经利润 减去 进经营资产增加 而债务流量呢 按照我们刚才谈的 融资流量法 那就是得到钱 在家人得到钱是 税后利息费用 减去 净负债增加 是吧 你又增加负债 说明是流出钱 做到减去 这是我们刚才谈的公式 所以如果是这样 大家看 那你说股权流量 等于什么 等于 这两个相减 是吧 然后减去 这两个相减 那你想 他减去 这两个黄的意见 税后经营经利润 减去税后利息 是不是就是 我的税后的利润 对吧 不就是税后利润吗 而你的进经营资产增加 减去 进负债增加 不就是所有的权益的增加吗 所以其实我们会有一个 扩充的一个公式 就股权流 就等于税后利润 减去所有的权益增加 那大家看起来 好像公式很多 但是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这个简化的公式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 其实我们对于 简便的公式 是很好用的 而且考试在第七章 主要用的是这个公式 我们这个公式呢 其实你要能够理解 不同主体 它的收益 归属于主体的收益 以及那不同主体 应该承担净投资 那我们的主体流量 就可以拿归属于主体的收益 减去 应当由它承担净投资来把握 那这个话什么意思啊 大家可以跟我先理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管理用利润表的公式 大家看管理用利润表公式 我们刚才谈了 就是EBIT乘以1-T 税后基因净利润 对吧 然后呢减去一个什么呢 税后利息I乘以1-T 这不就是我们的 税后的净利润吗 对吧 这是我们管理用利润表的这个公式 那现在大家看啊 我把这个税后基因净利润 减去税后利息等于利润 我把这个减去税后利息 放等式的右边来 也就是说 EBIT乘以1-T 就等于什么呢 利息乘以1-T 再加上净利润 那现在大家可以跟我来理解一下 这个啊 净利润是什么 是不是归属于 我们这个股东的收益啊 就是如果要是分光吃尽的话 是吧 我不考虑后续发展 我们净利润已经把利息付了 也把给国家交的税都已经都交了 所以这个是归属于股东的收益 对吧 如果分光吃尽的话 你都应该给我分红 哪怕你不给我分红 你留下来 那你这个流程收益 也是归属于股东的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来看 利息乘上1-T 这是归属于债权人的收益 当然我们算都是税后的啊 我们都是要考虑税后的收益 这是归属于 就相当于是我们企业 给这个债权人的 是吧 这是归属于债权人的这个收益 那现在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一块 因为是二者之和 所以EBIT乘以1-T 就是归属于全部投资人的 对吧 它就是归属于 全部投资人的收益 那就是 全部投资人就相当于是归属于企业实体 对吧 就是归属于整个实体的这个企业实体的收益 所以这管理用利润表的三个利润 代表了归属于不同主体的收益 归属于企业实体的 就是全部的啊 税后基金金利润 归属于股东的 当然就是基金利润 归属于债权人就是税后利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再来看这个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呢 我们的这个等式啊 左边净经营资产 右边呢是净负债 加上所有者权益 对吧 这是我们的管理用资产负债表的 新的这个等式 是吧 那现在大家看啊 因为我们知道资产负债表是一个十点指标 啊 那我们这个反映的是一个特定十点 比如12月31号那一天的数 那么如果我想问一下你 我们今年啊 我因为我们说经常把资产理解为是资金占用嘛 如果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年的总的净金资产增加了多少 或者大家可以回忆我们前面讲销售百分比法的时候 是吧 我们说这个呃就是我们第二章讲这个呃有一个计算 我让你计算融资总需求 啊让你计算企业融资总需求 大家看融资总需求是什么 就因为企业资金占用增加了 所以我要筹集资金 那融资总需求怎么算啊 那不就是增加的净金资产吗 对吧 这个增加的净金资产就指的是整个企业总的 啊我们这个融资的总需求嘛 是不是 那你的融资总需求是增加净金资产 那你增加这么多金资产资金从哪来啊 既有所有者给我投的 也有债权人给我投的 是不是都应该用增量的概念啊 是吧 那我们在财务管理把这个增加的净金资产 就是融资总需求 或者从投资这个概念 就是企业实体需要净增加的资金投入 是吧 所以这个增加的净金资产呢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实体的净投资 整个实体 我们又增加了多少投资 那么增加的所有的权益呢 那不就是股东又新增加了投入吗 是不是啊 这就是股权的净投资啊 而增加了净负债吗 那不就是债权人又给我增加投入了吗 那不就是债务净投资吗 所以如果你能够把管理用利润表的这三个要素 知道它分别是归属于哪个主体的收益 然后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因为它是十点指标 那我们不能直接和你那个 因为我们的利润是一个发生额 所以你要用增加额来跟它对应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增加了净金资产 就整个实体新增加的投资 增加净负债就是债务净投资 增加所有权是股权净投资 那如果我要你算归属于特定主体的流量呢 就是用归属于特定主体的收益 减去应当由该主体承担的净投资 所以就很好记了啊 也就是说呢 你像我们如果我想让你算企业实体现金流 那么归属于实体的收益 我们刚才强调是税后经营净利润 对吗 那应当由实体承担的净投资 其实就是我们谈的净金资产的增加 那我们把它也称为是实体的净投资 那我们再接着看 如果考试让你求股权流呢 归属于股东的收益是税后净利润 应当由股东承担的净投资 就是股权净投资 那么债务流量呢 归属于债权的收益是税后利息 让它进入债权净投资 那么在算的时候啊 这个所谓的净投资 我们就利用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三个要求的增加额 实体净投资就是净金资产增加 股权净投资就是所有的权益增加 或者说你用净金资产 乘一个一减负债率 不就是也就是乘个权益比重吗 实际上就是所有的权益增加 对吧 而债权净投资就是净负债增加 大家看是不是这个公式非常好记了 其实这个公式我们刚开始推出来的 对不对 我们本来是 就是书上那个最基本的那个公式 四个要素 税后基金净利润 加折就贪销 减去金银资本增加 减资本支出 但因为资本支出 它是等于长期的净金资产增加 加折就贪销 所以那头条一约 不就是我们的税后基金净利润 减净金资产增加吗 而我们的债务流量 就是税后利息减净负债增加 所以股权流你一到几 就是净利润减去所有的权益增加 是不是这样了 所以其实这个公式啊 我们推完以后就要把它记住了 其实这个记忆呢就很好记 是吧 就是考试的时候你记住 找到管理用利润表的三个要素 税后基金净利润 税后的经利润 税后利息 然后再找到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三个要素的增加额 然后两个一减 就是我们不同主体的先进流了 所以减变公式啊 就是要找到管理用利润表 三个要素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三个要素增加额 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要编预计报表呢 全面预测 它实际上就是要编预计报表 就要找到最主要的三个要素 是吧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两个报表 各自的三个要素 然后我们去调整一下就得到了 比如说还是我们刚才数上这个利7到1 大家看我们刚才已经计算出来了 我们是按照这个销售百分比法 或者说我们因为是净金资产占收入比不变 我们就利用机器数据 直接成了一加收入增长率 就把这个有关收入得到 净金资产净负债权都是这样的 那你看净金资产增加呢 就是本年减上年不就完了吗 是吧 净负债增加也是本年减上年 所有的权益增加也是本年减上年 然后呢 我们还要找到什么呢 管理用利润表的三个要素 税后经营净利润 因为我们的税前经营净利润 我们刚才谈了就是特别简单 是吧 因为我们是销售百分比法 你就直接拿营业收入 去给我乘上一一减去 金资产管理费用的 占收入的比重是75% 那这样就可以得到你的税前经营利润 你再把税前经营利润过程 一减T就是税后的 是吧 税后利息 我们是净负债乘以税后利息率来的吗 所以你看这个三个要户都有了 是吧 那这个三个增加额 我们也都有了 那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流量表的这个编制 大家看这个表7到3 我们算这个实体流量呢 就是把这个税后经营净利润 减去进金资产增加 就得到你的实体流量 然后税后利息减进负债增加 就是债务流量 股权流量你可以 其实考试中你就没有必要再算了 就是你可以直接倒计 所以我们说上这道例题的股权流量呢 它是拿这个实体流量的第四个 减去第五个 或者你可以自己来算一下 是吧 你可以算一下 就是拿我们的净利润 也就是说 我们在前面已经 确定好这个净利润这一行 然后你再减去所有的权益增加 比如说你看某一年 189.84减去48 是吧 就是141.8 是吧 你可以净利润减所有的权益增加 没问题的啊 怎么做都可以 这种重要的这个例子啊 应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那大家看我们已经把详细预测的 期的流量都算出来了 大家看我们书上呢 它这个例题 它实际上是呃 特意多算了一年 是吧 其实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大家不用担心 呃 究竟算哪几年的现金流量 考试都会给要求的 是吧 因为你看我们这道例题 它给的收入增长率 其实从某五年降到百分之五 某六年也是百分之五 其实你算的时候只要算到某五年就可以了 而且你可以验证一下啊 就是我们后面要得到一个结论 其实你看某五年的流量 实体流是221.3 而某六年这个流量 其实就是拿上年流量 比如说这个232.3 你可以验证 它可以拿221.3 乘上一个1 加上我们的这个增长率5%的 是吧 实际上是可以这么来算 所以这个上就是我们要想谈的 就是后续期的现金流增长率的问题 这个后续期的现金流增长率呢 我们说上有个结论 在稳定状态下 实体流股权流的增长率 和收入的增长率相同 所以我们在后续期呢 就是按照销售增长率来估计 现金流的增长率 是吧 那就是我们书上为什么特意多算一年 他就想让你看一下 你看我的实体流 它的增长 是和你给我的那个收入增长是一样的 到了稳定 你看某六年和前面去比 它就是按收入的增长率来稳定增长 这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 其实在前面给大家介绍过 可持续增长率的假设 对吧 因为你进入了稳定状态 我们一进入可持续增长了 我们在第二章给大家介绍过 如果满足可持续增长的假设 一系列增长 就不仅仅是收入 包括你的资产负债 所有的权益 净利润 股利 一系列的增长 都会按照 我们上年的可持续增长率来增长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大家看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计算这个 现金流的时候 按照简化方法 就是利用管理用利润表 三个要素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三个要素增加额 那么如果你现在报表了 所有的项目 都是按照收入 去同比增长 那实际上呢 那你每一个要素 都和收入同比增长了 那你算了那个现金流的结果 也就会和收入同比增长 对吧 所以实际上 就是因为在稳定状态下 满足可持续增长的假设嘛 所以我们一根据 管理用资产负债表 管理用利润表 算出来的现金流 也就会和收入同比增长 所以这块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是吧 通常他不会直接告诉你说 后续期的 现金流的增长 他是给出一个稳定的收入增长率 但因为我们有这个结论 到了后续稳定期 那我们的现金流的增长率 就是按照收入的增长率 来稳定增长的 另外对于收入增长率的估计呢 按照竞争均衡理论 是吧 他认为你不应该 永远都是高增长 是吧 由于竞争加剧 所以我们到了后续期 我们的稳后增长率趋于稳定 应该大体上等于 宏观经济的民意增长率 如果不考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 我们书上的观点认为 宏观经济的民意增长 一般是2%到6% 是吧 但是一般来说考试 他会给我们 我们根据他考试 这个给出的那个 稳定的收入增长率 来预测新流增长率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他问你下列 关于企业价值评估的表乎中 正确的有 A那说 现金流量 则限模型的基本思想 是增量 现金流量原则 和时间价值原则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 对吧 我们实际上考虑的 就是只有增量的流量 才是和项目相关的 对这个企业这块也是 就是如果我要 比如说投资购买这个企业 那么这个企业 未来给我带来的 增加的那个流量 是吧 他就指着 什么叫增量 就是说 如果我要不收购这个企业 我本来是一个什么状态 那我收购这个企业 它会再来新增的流量 所以我们都是增量流量 还有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然后再来看B 实体流量是企业 可以提供给 全部投资人的 税货流量之和 这也是对的 然后再看C 在稳定的状态下 实体新增流量增长率 一般等于 你也收入增长率 是吧 D呢说在 这个稳定状态下 股权流量的增长率 一般不等于 这个不对 也是一般等于的 所以D就错了 ABC是正确的 好 那我们这一讲的内容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